第四十六章,角瞳第十,犹如银头被人泼了一桶亮水,魏无羡嘴边扬起的弧度凝固了,这道高大的身影站在枯树之下,正面对住这个方向,如果他脖子上有一颗头颅,此刻应当是在静静地凝视住魏无羡,篝火那边,蓝家的小辈们也看到了这个影子,各个汗毛倒树,瞪大眼睛就要去拔剑,魏无羡枪食指抵在唇前,轻轻叙了一声。 他用眼神示意众人不可,摇了摇头,现状,蓝丝锥悄然无声地,把蓝锦衣,抽出剑翘一半的长剑,按了回去。 那个无头人伸出手,扶在一旁的树干上,摸摸了一阵,似乎在思索什么,又似乎在确认这是什么东西。 他往前,走了一小步,魏无羡看清了大半个身子。 这个无头人身上穿的衣服,是一件兽衣,微有破烂,正是他们从尝试目的里,决出来的躯干身上穿的那件。 而无头人的脚边,散落住一堆碎片,宁强能辨认出,这是几只残破的风物乾坤袋。 魏无羡心道,疏忽了,竟然让好兄弟自己拼起来了。 算起来,他和蓝望鸡进入议程之后,惊变不断,有两天多默有合作安息。 慢行至此的几日里,两人尽力补救才勉强压制住。 然而,尸体的四肢已收集完毕,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大大增强。 可能是他们感应到彼此的怨气,太想和道一起去了,趁住蓝望鸡外出一旬, 迫不及待地滚落到一边,冲破了束缚他们的风物乾坤袋,自动拼凑成了一具尸体。 只可惜,这具尸体依旧缺了一个部位,而且,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。 无头人把手放到脖子上,摸住喉咙上切得整整滋滋的新红色断口,摸了一阵,始终摸不到应该有的东西。 像是被这个事实激怒了一般,他突然一掌击出,拍在身旁那棵树上,树干应生而裂。 魏无羡心道,脾气还挺大。 蓝锦仪把剑横在身前,战声道,这,这是个什么妖怪? 魏无羡道,一听就是基本功课做得不好。 妖是什么?怪是什么? 这个明显是诗,主鬼类怎么会是妖怪? 蓝思追小声道,前辈啊,你,那么大声,不怕他发现你吗? 魏无羡道,莫是。 我刚才忽然发现了,其实咱们乐话多大声都莫关系,因为他莫有头,莫有眼睛,莫有耳朵,也就是乐他看不见也听不见。 不信,你们也喊喊看。 蓝锦仪骑道,是吗? 我试试。 乐完,他果然立刻喊了两声。 刚刚喊完,那个无头人舒然转身,朝蓝家小辈们那边走去。 众少年魂飞魄散,蓝锦仪惨叫道,你不是乐墨式的吗? 魏无羡把双手拢在嘴边,高声道,真的默示你们看。 我乐话这么大声,他不也默过来。 但是你们那边不是声音大不大的问题了,而是有火光,热,活人多,而且还都是男的。 阳气重,他看不到,听不到,但是他可以朝他感觉热闹的地方走。 魂不赶紧地把火灭了,都散开散开。 蓝丝追一挥手,一阵风扑熄了火焰,一群少年在荒废的花园里忽然散开。 果然,篝火一灭,人一散开,这无头人便失去了方向。 他在原地定定占了一会泥,众人刚松了一口气,忽然,他又动了起来,并且准确无误地走向其中一名少年。 蓝锦仪又惨叫了,你不是越火灭了散开了就默示吗? 魏无线顾不上回答他,对那名少年道,别乱动。 他拾起足边一枚石子,一翻手腕,朝无头人置去,石子打在了他的背心。 无头人立刻止住脚步,转过身体,两相权衡,似乎觉得这边更可疑。 改为朝魏无线走来,魏无线很慢很慢地挪了两步,刚好欲沉沉走过来的无头人擦肩而过,道,让你们散开,不是让你们乱跑。 不要跑太快,这个无头鬼修位很高,若是你们移动速度太快,身旁带起微风,也会被他觉察。 蓝丝追道,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,是在找他的,头吗? 魏无线道,不错,他在找他的头。 这里的头这么多,不知道哪个是他的,他就会把脑袋从每个人的脖子上揪下来,按到自己脖子上,看看合不合体。 合体就接住用一段时间,不合体就扔了。 所以,你们要慢慢地走,慢慢地躲,千万别被他抓到。 想象住自己的头被这具无头凶事撅下来,血淋淋地按到他脖子上的情形。 众少年一阵误寒,自刷刷举手护住头颈,开始慢悠悠地在花园里撕下逃窜起来。 一群人仿佛在和这个无头鬼,玩一场凶险的捉迷藏游戏。 被鬼抓到的人,就要把脑袋交出来。 一旦无头人捕捉到了某个少年的踪迹,魏无线便制出一枚石子,转移他的注意力,将他引到自己这边来。 魏无线扶住手,缓缓移动步伐,边走边观察这具无头似的动作,心道,这好兄弟的姿势有点奇怪啊。 一直须握住拳头在挥动手臂,这个动作。 他正在思索,蓝锦仪无法忍受了,道,我们就这样一直这么走下去吗? 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? 魏无线想了想,道,当然不是。 月完,他高声喊道,韩光君。 韩光君啊,韩光君你回来了吗? 救命啊。 现状,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喊了起来。 反正这句凶尸莫有头,听不到声音,一个喊得比一个高亢,一个喊得比一个欺欺。 虚余,夜色之中,忽然响起一声幽艳的萧鸣,紧接住,是一声轻烈烈的弦唱。 听到这一消逸琴,这群小辈简直都要喜极而泣了,呜呜呜呜呜韩光君。 则吴君,两道修长的身影闪现在花圃破败的圆门之前,一般的身长玉立,一般的冰雪颜色,一尺箫,一副琴,并肩而行。 两人一现那道无头的身影,都微微一正。 蓝锡尘的神色尤为明显,几乎可越是震惊了。 裂兵不再发声,碧尘却已出窍。 那无头人觉察有一道十分厉害,冰寒彻骨的剑芒袭来,举起手臂,又是一挥。 魏无限心道,又是那个动作。 那无头人伸手也敏捷矫健得很,纵身一跃,擦身错开碧尘略过的锋芒。 反手一抓,竟然就这么抓住了碧尘的剑柄。 他将碧尘剑提在手中,高高举起,似乎想查看手里抓住的这个东西,奈何他莫有眼睛。 现这无头人竟然徒手拦下了韩光君的碧尘,一群小贝脸色滋刷刷一白。 蓝望鸡却面不改色,翻出古琴,低头在一根弦上勾置一挑。 弦音仿佛化为一只无形利剑,呼啸旋转住射向那具凶尸。 无头人挥剑一盏,击碎了这一声弦响。 蓝望鸡一拨而下,七根琴弦滋战,唱出积月高昂之音。 同时魏无限抽出逐敌,以锐利以偿的敌音相合,瞬间仿佛刀铃剑与漫天落下。 那无头凶尸挺剑再还,这时,蓝西尘却已回过神来,枪裂兵送到唇边,宁美吹奏。 不知是否错觉,那优雅平和的销声一出来之后,无头凶尸的动作瞬间凝滞,定定站住听了片刻,转身似乎想查看奏乐之人。 然而他无手无目,根本看不现任何东西,再加上琴笛尚在咄咄逼人的合击,三音自出,他中屋失去了力气一般,身形晃了晃,倒下了。 准确地来月,并不是倒下,而是散架了。 手是手,腿是腿,身体是身体,支离破碎地散在堆满残叶的地面上。 蓝旺鸡翻手收琴,赵剑回翘,和魏无羡一起走到这些断肢旁,低头看了一眼,取出五只全新的风物乾坤带。 一群小辈惊魂未定地围了过来,先几则吴军行了礼,不等他们开始七嘴八舌,叽叽喳喳,蓝旺鸡便道,休息。 蓝锦仪愣愣地道,啊,可是韩光君,还是未知啊。 蓝丝追则拉了拉他,恭敬地道,是。 这便不再多问,带了其余的小辈们,行花谱的另一处,重新生活休息去了。 尸堆旁只剩三个人,魏无羡对蓝锡尘点头致意,蹲到地上,正准备重新封尸乳带,拿住那只左手往乾坤带里塞,塞了一半,蓝锡尘道,请等一等。 方才魏无羡献他表情便知有益,果然,蓝锡尘脸色苍白,重复道,请,等一等,让我看看这句尸身。 魏无羡收住动作,道,则吴君可是知道此人身份。 蓝锡尘尘未应答,似是不能确定,蓝忘机却已缓缓点头。 魏无羡道,好了,我也知道是谁了。 他哑低声音,道,齿风尊,对吗? 刚才捉迷藏的时候,这句无头是一直在重负一个动作,许我拳头,挥动手臂,横砍树劈。 看起来,很像是在挥动某种武器。 一提到武器,魏无羡便想到剑。 但他自己是用剑的人,以前也和不少用剑的名士交过手,却从来莫有献过哪位高手是这样用剑的。 剑为百兵之君,用剑之人,总会讲究几分端庄,或是几分飘逸。 即便是刺客的剑,很拉硬独立,也必要有几分灵动。 剑法之中,刺,挑等动作偏多,砍,削等动作偏少。 而关那名无头人使剑的动作,太过沉重,杀伐之气,暴力之气过重,而且横砍树劈,毫不优雅,毫无讽度。 但,如果他握的不是剑,是一把刀,而且是一把很沉重,杀气极大的刀,那便合情合理了。 刀和剑,气质和使法,都是截然不同的。 这个无头人生钱贯用的武器,应该是一把刀。 刀法伶俐,只求威势,不求端雅。 他在寻找自己头颅的时候,也在寻找自己的武器,所以他不断重复挥刀的动作,还反手抓住毕臣,把剑当成了他的配刀在世。 而此前这剧尸身莫有胎记一类的特殊标志,又被切得七零八落,根本无法辨认身份。 别约是聂怀桑在鸡刀堂里认不出来了,就连魏无羡也不敢保证,如果把他自己的腿切下来到处乱扔,他能认出这是谁的腿。 直到方才四肢和躯体,被怨气暂时粘合,拼凑出了一句能行动的尸身。 蓝锡尘和蓝忘记,这才认出了他的身形。 魏无羡道,则无君。 韩光君对你约过了我们一路的线文吧。 莫家庄,绝木人,议成那些。 蓝锡尘汉手,魏无羡道,那韩光君也应该和你约了,那个在尝试墓地出手抢夺尸体的误蔑人。 对孤苏蓝氏剑法料若执掌,只有两种可能。 一,他就是蓝家的人,从小就炼姑苏蓝氏的剑法。 二,他不是蓝家人,但他非常熟悉你们家的剑法,要么经常和蓝家人拆招切磋,要么聪明非常,只要看过,就能记得所有的招式和剑路。 蓝锡尘默然不欲,魏无羡又道,他抢夺尸体便是不愿让旁人发觉赤锋尊被肢解了。 赤锋尊尸身一旦被拼凑姿,情况便会对他不利。 这是一个了解清和念士鸡刀堂秘密的人,一个可能和姑苏蓝氏非常亲密的人,一个和赤锋尊颇有,渊渊的人。 这样一个人,最有可能是谁,不必名言,谁都心中有说。 蓝锡尘神色虽是凝重,闻言却立刻道,他不会这么做,魏无羡道,则无君。 蓝锡尘道,你们探查分尸案,遭遇掘墓人,都是这个月的事。 而这个月里他几乎一直同我屏着夜谭,前几日还在共同策划下个月,蓝灵金氏的百家请谈成会,分身乏术,绝目人不可能是他。 魏无羡道,若使用转送符呢? 蓝锡尘摇了摇头,玉气虽温和,却斩定截铁,使用转送符需修席转送术,及其挪修,他从未有修过的迹象。 而且使用此数需消耗大量灵力,但前不久我们怀疑同出行业列,他表现极佳。 我可以确定,他绝目有使用过转送符。 蓝忘记道,他不必本人去。 蓝锡尘仍是缓缓摇头。 魏无羡道,蓝宗主,你心中知道,嫌疑最大的那个人是谁,只是你拒绝承认。 篝火火光映的三人脸上明明暗暗,变幻莫测,荒废颓败的花铺之中,一片沉寂。 默然一阵,蓝锡尘道,我明白,因为一些原因,使人对他误解颇多。 但,我只相信这么多年来我亲眼所现的,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。 蓝锡尘为这个人辩护,倒也不挪理解。 越实话,就连魏无羡本人,对他们怀疑对象的印象也不坏。 也许是出身原因,他待人十分谦逊谦和,是那种谁都不会得罪,谁跟他相处都能觉得舒服欲贴的人。 何况则无均怀育之娇好硕年,聂明觉生前那段日子,正是清和聂是在他的执掌下如日中天,生是执逼蓝宁金氏的时候。 聂明觉之死,对谁最有益处? 大庭广众之下走火入魔发狂而死,看似无懈可击,无可奈何的一桩汉事。 事实果真如此减善吗?